大家好,现在是多幼烂根的高发期 所以说呢,正常来说 我都建议大家到了夏季之后 每个月给它使用一次这种二米零来给它预防烂根 那么当我们的多幼出现烂根之后 又该怎么处理 不给它全部烂掉,保住它的命呢 大家看我这颗多幼 之前也是出现烂根的 就是用这个二米零用的太晚了 那么当我发现烂根之后 用上这个二米零连续给它浇灌三次 大概一个星期给它搅拐一次 那么现在烂根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 同时呢,它又从这条主干这里 长了很多的这种新根出来 底下的这个根已经是烂掉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呢 就已经保住了这一颗多幼 不会继续的腐烂 如果说大家发现 它已经长了很多的这个气层根出来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将它剪下来 因为底下的这一部分已经是枯萎的 所以它不能正常的吸收养分 我们只能通过将它剪下来 重新种到一个新的花盆里面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养护多幼 一定要多观察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不要等它全部烂完了 把上面的这条主干都烂掉了 再做处理已经完了 如果像我这一颗一样处理的早的话呢 保住这颗多幼还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